动手吧 多说无意 看着刘玄策居然不畏所动 王大海轻筋突起 对着手下的高手喊道 给我杀 这种战斗 常人只能站在门口远远地观看 同时脸上也是浮现出一种敬畏 这是对强者的敬畏呀 这个 这似乎不太公平吧 六个武尊强者对四个武尊强者 这倒是确实 虽然这个刘家之人实力确实不俗 可惜他还是嘀咕了王大海呀 哎呦 这一战或许要变天咯 江南八省也要沦落为西北七省的下属 与其这样 我倒是希望林凡能赢 众人开始慢慢地有了一些共识 关键的是 这个林凡似乎也并不像汪大海那般暴虐 他打的人也都是触怒了他的人呢 并非是随着性子随便打压别的势力 对 我也希望林凡能赢 嗯 起码他还是个正常的生意人 我也这么认为 连林凡自己都并不知道 现在他在这群人的眼里早就变成了另一种角色了 是一个可以服众的江南八省的领头人 王大海当然听到了众人的话 冷冷一笑 哼 好了 你们也不要多想了 绝对实力的碾压是没有奇迹的 汪大海望着下面站成一团的众人 脸上也是带着一丝冷笑 五尊强者的差距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弥补的呀 而且还是在这种 对方直接多了两个五尊强者的情况下 别挣扎了 两个五尊强者的差距 你心里难道就没点数吗 听闻此话 刘玄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战场 两手也是紧紧地握成了拳 这个汪大海的后手还真是层出不穷啊 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龙拳即便是比一般的五尊强者强横不少 可惜三个人联手 他现在也只有躲的份啊 该死的 你们这些卑鄙的东西 被驿长击退之后 龙拳闷哼了一手 口中也是直接骂道 哼 成王百寇 你都能坐到组长的位置 难道这点都不明白吗 强者的尊严 那都是说给无知者听的 刑家的五尊强者话音落下 刑家的五尊强者话音落下 他人连起手来 龙拳现在是节节败退 虽然龙家的鼓舞之法十分不弱 可惜那也是在相同实力的情况下呀 而且这三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这让他更加的无奈 历迟有一种无力感 慢慢地从心底滋生出来 这出手的速度也变得不如刚开始那么快了 除了其他僵持的几人之外 最激烈的要属刘家的五尊强者 和汪家的五尊强者对抗的局面 刘家派出来的五尊强者中 其中有两个乃是孪生兄弟呀 可是不曾想到 这汪家派出来的两人 虽然不是孪生兄弟 却是同一个门派 这四人的战斗 可以说是这里最具震撼力的 两两配合相当地到位 不仅如此 他们似乎还十分地熟悉对方的套路 一时之间 鼓舞之气四一 愣是打得难解难分 在大门口看热闹的众人 也都瞪大了眼睛 生怕错过任何一幕 我的天哪 这些还是人吗 这个战斗力也太恐怖了吧 是啊 怕是整个江南八省 也找不出这般强者吧 果然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大的 嗯 这四个人并不能代表西北七省的顶尖战力 起码他们在家族里也并不是最拔尖的 听完此话 场外的众人也是不再说话了 不过 那一声声倒抽冷气的声音 确实在此起彼伏啊 快看快看 龙泉似乎已经扛不住了 已经中了三次重击了 哎呦 确实 不过他一个人能抗这么久 其实力还真的是很恐怖的啊 如果龙泉这边没有其他按手的话 恐怕真的要输啊 果然 龙泉这边也没让众人多等 手中的银针浮现 然后他对着刘玄策说 这一战必须得赢 如果输了 整个江南也就彻底没了 汪家那个联盟会在短时间内 直接清理我的势力的 原本一直拦着龙泉的刘玄策 也是微微的叹了口气 没错呀 这一战代表的并不是个人 这个你拿去 刘玄策给了龙泉一枚暗红色的丹药 龙泉的瞳孔紧缩 呦 这可是恢复的神药啊 谢谢了啊 没多说什么 林凡直接翻身 进入到了场内 先是硬抗的刑家人一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